令到身體、精神都很疲劣 又或者因為慶祝的時候消費太厲害了 很多活動的嘛,失了預算 或者在聖誕節期間 忙到連託告讀經的時間都沒有 影響了我們的靈性 很明顯,這些就不是耶穌降生的目的了 除此之外,環顧今天的世界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疏離了 看自己家裡的子女就知道了,疏離了 親戚朋友,關係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好 不要說不懂那些 國與國為了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 那究竟聖誕節帶給我們什麼意義呢? 聖經又講到聖子降臨人間 究竟這件事發生有沒有確實的根據呢? 而聖子誕生,聖誕是吧? 又對世界有什麼影響呢? 對信徒有什麼啟示呢? 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呢? 用這些時間,我們一齊看看神怎麼對我們說話了 說到聖誕的意義呢?對很多人來說呢? 我相信有些模糊 相信有些模糊 因為今天的聖誕節呢?很多時候呢 很多事情都 相關注我們去思考其他的很多方面的東西 現在很普遍呢 人們將聖誕節呢 就寫成Xmas 很多時候我們都這樣寫的 簡寫 那這四個字母呢 我自己想了一陣子呢 我就覺得 都很接近現在 我們聖誕節普遍的情況 我嘗試用我個人的去理解 這個解釋 X第一個字 很多解釋的 X這個字 不過呢 最簡單的解釋呢 就是錯的 錯的 另外呢 M呢 金錢了 money 另外A呢 娛樂 amusement S 季節 season Xmas 據我自己個人的理解呢 可以解釋 錯誤使用金錢去娛樂的季節 商家呢 很喜歡利用聖誕節 賺錢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時機 聖誕禮物 聖誕食物 聖誕大餐 甚至去旅行 是不是 將聖誕節打造好鋪張的 消費的 世俗化一點 是不是 又怎樣 脫離憂愁啊 怎樣一家大小歡樂啊 這樣 模糊了聖誕節的含義 甚至 或者有些年輕人 狂歡啊 放鬆啊 犯罪啊 犯罪啊 都不用 不過是很奇怪的 另一方面呢 社會上在不同的層面呢 又故意淡化聖誕 故意淡化聖誕節的趨勢 哪些啊 好像一些文件啊 一些聖誕卡啊 甚至一些 甚至你們那些 議員寄給你那些聖誕卡啊 他們呢 會好將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改為 假日快樂 Happy holidays 它不會正式寫聖誕節的 還有有時候呢 透過一些 電影啦 關於聖誕 廣告啦 政策啦 其實已經慢慢潛移默化 這樣 改變了聖誕節原初的意思 我們可能 沒有什麼留意 其實已經慢慢慢慢的改變了 聖誕節呢 對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感受的 有些人呢 很歡喜 開心熱鬧 哇 請了一些朋友回來 過一下節啦 吃一下大餐啦 開派對啦 是不是 送一下禮物 這樣 不過有些人呢 又想在聖誕節呢 希望在聖誕節呢 希望在聖誕節 有這麼好的一個節日呢 和人分享 把溫暖帶給有需要的人 那他們呢 會 透過一些捐贈食物啦 或者 報街音啊 這樣 和人分享這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信息 那呢 信徒呢 也都要透過不同的形式聚會 紀念我們主的降生 不過還有些人呢 其實都不是很喜歡過聖誕的 或者不同宗教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如常過生活 或者趁著幾天假期休息一下 去一下旅行 那 姑物論 你用什麼的方式去過聖誕 你慶祝啊 還是不慶祝 最重要 其實是什麼 最重要其實是我們的心態 如何去過聖誕 今天很多人呢 將聖誕節的主角 搞錯了 將聖誕老人呢 當成聖誕節的 icon 這個 我們去到商場就不用說了 整天都看到聖誕老人的蹤影的 甚至有大遊行啦 很多相應的產品 服飾 都成為焦點的 是不是 那當我們跟人說 聖誕快樂 這樣 就是講 主耶穌 聖子耶穌的誕生 不是講聖誕老人 或者是其他原因 或者聖誕節就變成了其他 就是其他意思的了 因為聖誕 是因為救主耶穌的降生 拯救世界上失喪的人 將人帶入真正的平安 這一個才是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三日頂姐妹朋友 當我們清楚明白聖誕節的意義 我們就知道怎樣過聖誕 同樣 我們懂得怎樣跟人分享 救主降生的一個好消息 這是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聖誕的根據 耶穌降生 耶穌降生 在基督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育 耶穌降生 過去二千多年 有相當多的歷史文獻 考古學發現 是天文學的一些理據 都引證了這一件歷史的 不是說自己作出來 不是的 有很多的證據顯示 是有這個的日子 不過我們今天嘗試 從聖誕看 看一下耶穌誕生 降臨這個世間 究竟是一件偶發性的事 還是預早安排了而發生的呢? 預早安排而發生 這個很重要的 偶發性而已 很多偶發性的事 但是預早安排 有鋪排 然後這麼多年的日子 一直是有根據的 這樣就不同了 是不是? 在世界創世先 根據聖經 因為人類的始祖阿當犯罪 從此人的命運 犯得最佳有些 那些叫做什麼 結果 有些代價的 是不是? 人就要 以後在這個世界上 生存 最後都要死在罪惡過犯裡面 很慘啊 這個結局 不過神的愛呢 為人開了一條 出路啊 聖經一開始 所以聖經很重視這件事 一開始呢 神就預言耶穌降臨的一個應許 救贖人去脫離 終極滅亡這個命運 原來 不是去到聖經新約啊 慢慢才講 偶發症的 不是啊 創世紀一開始 就馬上講這個應許 創世紀三章十五節 說到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經文說到你的後裔呢 是指什麼後裔啊 你 原來是說 撒旦的後裔 撒旦 和神不對的 另一端的 這邊是神 那邊是撒旦 撒旦的後裔 是指哪些 就是指那些不信神 離開神 跟隨世俗的人 而女人的後裔呢 原來原文是一個單數來的 指一個人 在加拉太書 新約的時候 都有這樣形容過的 他說呢 所應許的 原是向阿伯拉罕 和他的子孫說 神並不是說眾子孫 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 你那一個子孫 指著一個人 就是基督 女人的後裔除了是指一個人 原來女人的後裔呢 都有一個集體的人類的意思 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 經文講到呢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就要傷他的腳跟 表明將來那個被神簡損的人 會對撒旦 就是剛才魔鬼 和神作對的另一邊 有致命的一擊 傷他的頭嘛 對不對 所以聖經呢 在約翰一書也有講到的 他說呢 先 約翰一書 我讀給大家聽 犯罪的是屬魔鬼的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 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原來呢 這個已經是 聖經在新約那裡 也做一個解釋 為什麼呢 為什麼神的兒子要顯現出來呢 就是除滅魔鬼的作為 除滅魔鬼的作為 對 剛才我們讀那個經文 他呢 最後那裡 他說 你就要傷他的頭 他呢 你就要 那個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就要傷他的腳跟 這樣 在這一場熟靈的戰爭裡面 撒旦的後裔呢 最多都是傷耶穌的腳跟 是不是 他們將他 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面 傷了耶穌的腳跟 我們讀身肉的時候 看到耶穌受死的時候 就看到了 很明顯 魔鬼最多都是 傷到耶穌的肉身 甚至殺了他的肉身 但是斷不能夠阻止耶穌 從死裡復活 當主耶穌藉著十字架的死 以無罪代替了有罪 其實是代替了我們的罪 擊碎了魔鬼的頭 傷他的頭 敗壞了他一切的陰謀 並且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廢去了掌死權的魔鬼 你的毒勾已經廢了 死的毒勾 正經是這樣說的 這個清楚的英許 絕對不是一個偶發性的事件 絕對不是一個偶發性的事件 去到先知時代 在舊約的時候 以塞亞的時代 那時大約在主耶穌降生前七百多年 以塞亞先知的宣告 就是引證了神在創世紀的時候 那個舊屬的英許 在當時 屬猶大支派 又是屬大衛之派 你知道 大衛就是under猶大支派的 屬大衛之派的 猶大家出的大王 猶大王阿哈斯 這個阿哈斯不是一個好王 他就不承認他的祖先 和大衛家和神所納的約 那時候國家已經陷入戰爭的邊緣 他周邊兩個國家就虎視眈眈 其中亞蘭角 和他自己的北邊的同胞 北角已經結盟了 是要聯合對付阿哈斯 希望斬斷了猶大家這個繼承 不覺就明正言順了 其實神也不太喜歡這個阿哈斯 又不聽神話 他那些公職 但是由於神曾應許救主是從大衛家而出 關乎人類的救贖 所以呢 絕對不可以中斷 絕對不可以中斷 所以神呢 主動 以賽亞先知宣告 宣告什麼 祂說因此 主自己要給你一個兆頭 必有同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以馬來尼 給到在那時候黑暗時代生活的人民 一個無限的安慰 有得救的 有希望的 一個救恩的盼望 不止這樣 以賽亞呢 他更加指明 他說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刺激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的名稱為奇妙、賊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這個人 這麼長的說什麼 簡單就是說 專告 戰爭的知識 和一切歡樂的根源 都是從這個嬰孩以來 他的出生是至關重要 是關於世界的終極結局 他就是這樣宣佈 以及將來永恆的國度 這句簡單單單的經驗就是這樣說 就是講到這麼長遠 先知 以賽亞呢 帶給當代的人一個笑頭 一個記號 一個篩 一個方向 親愛的姐妹 朋友 求主都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一個這樣的願意的心 又開我們的眼睛 心眼 明白主所講的說話 原來人類的救主降生 就是要成就神救贖這個應許 而這個應許 已經在創世的時候 神已經講下來的了 多麼大的祝福 來到新約 馬太福音用了很多次 大衛的子孫約失 是不是 這個說話呢 好像很沉 大衛的子孫約失 其實這個稱呼 是要強化約失 就是來自上帝的簡選 因為是從上帝家而出的 那個救主 是不是 要讓讀者知道 整個救約時代的預言 都是針對耶穌基督降生而準備的 主耶穌的降生 是上帝透過大衛的後遺約失 實現耶穌基督 肉身地降臨人間 這件事實 讓神的救贖的應許 能夠得到正式的實驗 已經講了幾百年 創世的時候 可能幾千年 去到耶穌基督降 幾百年 一直這樣講 一直這樣講 講到來 約失的那個時代 耶穌出身 應許正式應驗 今年的聖誕 物質很豐富 很多時候都熱熱鬧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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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 很多顏色 這些情況在二千多年前 第一次聖誕 和第一次聖誕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我其他就不講了 我單是講主耶穌 養父約失 就覺得不輕鬆 不開心 在馬大福音 我們清楚看到他 所付的代價多麼大 他要娶一個已經懷孕 的未婚妻過門 這件事很羞辱 特別對當時的時代來說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天使對約失說 他說大衛的子孫約失不要怕 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他所懷孕是從聖靈來的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中救出來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的意思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但我們從耶穌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 神的規劃和神的行動 不是就這樣說 有行動的 槍頂姐妹 當日約失為神付代價的信心 相比今天 基督徒很多時候都以為自己 都以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的利益行先 一切都是以自己為先的 相比約失 差很遠 我們甚至有時候 與世界妥協 無所謂 不說聖誕快樂 不說聖誕快樂 我們慢慢失去為主付代價 作見證 這個使命 今天說了這麼多 又有歷史又有意義 今天聖誕快樂 今天聖誕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現時世界 其實每一天老實說 我們剛才口告都聽到 悲傷災難 一些絕望的事 經常發生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老實實 都很害怕 像戰爭般蔓延 可能整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行 或者呢 天災的破壞 還有人間無數 很多那些不幸 悲劇不斷的重演 疫情就好像 永無優子的伴在我們身邊 那究竟人類還會不會有平安快樂的日子 還有沒有 我們要明白 人類現在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裏面 其實與神的標準是背道而馳 當我們面對無數的困苦 世上很多的扭曲了的真理 衝擊著我們的 或者呢 道德是不斷下滑 水平不斷下滑 經常困擾我們 這樣也可以 整整整過了幾年 是這樣的了 現在 以前我們說同居 這樣也可以 現在 可以的了 是不是 就是一路一路這樣 道德水平一路這樣環繞 困著我們 離神越來越遠 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是與世俗的標準 越走越近 越來越對那邊 慢慢就跌入撒旦的網絡 當人以為 可以為自己囚算 現在這麼科技發達 什麼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是不是 但其實 我們所囚算的都是短暫 始終都會落空 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無法知道 怎樣才可以平安穩妥 這樣去過我們的人生 聖經提醒我們 其實 他是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沒有用的 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這個才是最重要 主耶穌出生的時候 沒有顯黑的家世 聖經講過他 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在世上只有33年 一生所到的地方不多 當日他說的阿蘭文 現在世界上都沒有人用的 是不是 但是我跟大家說 他對世界的影響 可以說的是 空前絕後 首先紀念他出生的日子 聖誕成為世界上 很多地方的重要節日 不僅如此 主耶穌出生前後那段時間 歷史劃分為 公元前和公元後 公元前的英文簡寫是BC 傳寫是Before Christ 正確的翻譯是主前 我們的主的前 主來到世界是主後 你明白嗎 而主耶穌出生的地點百里行 根據聖經記載 從耶穌降生直到釘十字架 他都是以 不是,sorry 講到他出生的地方百里行 在這裡坐下一行 出生的百里行 本來是一個滴滴無名的 很小的地方 很小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的 只有丁那麼大 但是現在每年 有四百萬的女客去觀光 一個不出名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降世人間 的日子這麼重要 出生的地點 由寂寂無名 每年有四百萬的人去觀光 而他出生在世的時間 那三十三年很短 聖經記載他 由他出生直到釘十字架 都是以和平 溫柔 愛心去接待一切的人 包括哪些 包括頂撞他 反對他 殺害他的人 相反 我們的主 從來沒有用強權 責備 或者報復的手段 來回應這些得罪他的人 寧可別人負他 他都不會負人 為什麼 因為主降世的目的 就是為要尋找失喪的人 歷史告訴我們 其實無數的皇朝暴軍 其實都是橫橫打壓基督教的發展 真是很厲害的 歷史告訴我們 什麼地方 什麼國家 經常都是打壓基督教的發展 殘害信徒 甚至每個年代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二端邪說 攻擊基督教的可信性 最奇怪的是 甚至將世界的天災人禍 都歸咎到耶穌身上 我聽過很多人跟我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 既然他這麼慈愛 這麼有能力 應該對不公平的事情 就即時撥亂反正 為什麼讓他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不但沒有 現在世界越來越和 越來越嚴重的事情 認定所謂我們所說的耶穌救主 都是空口說白話 不值得信的 不過事實告訴我們 各式各樣的迫害 指責、誹謗 都阻擋不住基督教的發展 而且逐步逐步更加很明顯應驗 聖經的預言 福音會傳至世界各地 今天我們仍然活在世界 沒有辦法脫離 就是罪所帶來的災難 是吧 怎麼脫離得到呢 好像 我們常常人類 不是我們 濫用資源 把地球暖化 加劇了天災的發生 是吧 或者為了利益 種族仇恨 種族仇恨 發動戰爭 搞到生靈淘汰 或者因為人的自私自利 搞到大家 沒辦法商量 人們沒什麼辦法 可以脫離罪這個限制 因為我們始祖犯罪嘛 不過呢 我們的主仍然會透過不同的人 一些不同的機構 宣明會啊 那些 如果我們所知的 很多基督教的機構 將一些救援 祝福帶給一些 在患難當中的人 最重要 如果我們將我們的眼光 放在永恆的角度上面 我們現在時時放眼光呢 我們放在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上面 放在我們退休啊 放在我們的兒女啊 放在我們這些 這麼搶的一個時段上面 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很遠的 一個永恆的角度上面 看的東西就截然不同 因為聖經已經將神的心意 預早告訴我們 啟示錄 講到將來的角度 怎麼說呢 他說我聽見有大聲音 從寶座出來說 看啊 神的象莫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在 祂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祂們同在 作祂們的神 神要拆掉祂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 痛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做寶座的說 看啊 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又說 祂要寫上 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神多愛我們 派救主來 讓我們開出一條出路 更在聖經那裡 應許我們將來 將來跟隨祂的人 那個結局是怎樣 主耶穌在鎖定的日子降生 以和平的福音 為人類帶來平安 跟隨祂的人 生命得到更生 我們一定要真是確信 不要懷疑 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的降生 為人類開出了一條永生的道路 雖然你說 就是這樣的現在世界中 雖然耶穌未必會 即時帶我們脫離 世上一切的困難 只要我們全心全意跟隨基督 主一定會一步一步 引領我們穿越困難 去到一個光明的地方 讓我們從救恩裡面 得到真平安 並且可以領受永恆的一個盼望 就是剛剛經文所說的 神的障礙在人間 與人同在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 這麼敗壞 還有得搞? 我告訴大家 我很肯定告訴大家 神所定的旨意 最終必會成就 因為上帝的應許 永遠不會落空 永遠不會落空 聖經告訴我們 除他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天上人間 沒有似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記住 很簡單 除他以外 別無拯救 信耶穌就是我們的拯救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因為主已經降臨 在主出生的第一節聖誕 天使向牧羊人宣告 祂說 我要報給你們一個大喜的信息 是關於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成女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基督 我們慶祝聖誕 最好的方式是怎樣? 就是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 完全相信祂的受死、埋葬、復活 領受同主而來的平安、真平安 我們當基督徒也相信了 那怎麼辦? 我們已經享受了與神同在的喜樂和平安 所以聖誕的重點對我們來說 就不是一個過節 而是一個提醒 提醒基督徒要思想 耶穌基督降世的這個意義 將平安喜樂帶給更多的人 讓到未信的人 都有機會聽到福音 得到聖誕快樂的福氣 我們要想一下 究竟我們怎樣過我們的聖誕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親愛主 你的降生 改變了世界 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 求祢幫助我們珍惜在世 每一天 不要被困苦、騙魂等牽制著我們 我們要活出有喜樂、有平安、有指望的人生 感謝你隨聽我們的討告 以上討告是奉靠我們救主耶穌聖命的祈求 阿門 對 我們不停地 都有 有 沒有